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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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走了吧 晓杨说了 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屋里 那既然你不走 那就陪哥哥玩玩吧 傻娘们跟我斗 你又被打你了 你 你得弄他 他咋回事啊 我老公咋又爱打了呢 你问他自己啊 我问他 甭废话啊 就要把钱快点赔过来 我很快就可以把钱给你 只要你们把一切责用 推到我身上 保险公司就会理赔 你们很快就可以拿到钱 那就这样吧 越快越好啊 对 对 越快越好 我老公啊 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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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你们几个在这儿呢 专浩呢 专浩呢 送货去了 怎么了 我遇到流氓了 我遇到流氓了 呦 这哪个流氓那么不开眼呢 敢找你猪的吗 妈 妈的气啊 快 怎么回事啊 杨禄家壮的那个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别提他 提他我就来气 气 气咱就跟他干呗 你都是在电视上选了先进的了 你跟他那个干什么劲啊 这事怎么又把你给牵进来了 杨禄家让我去照顾他 就是端个茶送个饭 倒个尿什么的 倒也一点都不累 不过 我喂饭的时候 他守不规矩 臭刘浩 喂 这小子看样子 是要找死的节奏啊 我得提前动手 容他 快点 走 你 你你你你这老头怎么回事你 哈 诊 都睡了 睡了呢 不要哭了 行了吧 别哭了 你忍货了 一个瓶头 都皺碎了一个瓶 是 为什么 我找我大哥去 大哥 不好了 你给我那个 乾隆的那个烟火 被人给撞碎了 口气啦 口气啦 乾隆 官窑啊 千金难求啊 你们不就碰瓷吗 你们不就碰瓷吗 你们在这儿装什么算的 你们 碰瓷 碰瓷是什么意思 就你们这点道行 你知道吗 你们都管我叫祖师爷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我老公就因为碰瓷 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呢 明天保险公司的人来了 赔了钱给咱们 咱们就走人了 不可能吧 现在碰瓷碰到医院 很不容易了 要拍X光片了 看是真伤假伤 新伤旧伤啊 我老公啊 本来想讹那女司机 说是自己脚被压了 结果她自己慌里慌张的 把手给摔了 去 快去你 走走走 快去啊 不过呀 不过呀 那女司机当然不知道了 咱们就只能说 咱们的手骨折了呀 这不 占赔钱了吗 是这样啊 那是 哎呀 真是让老子浪费了一个夜壶 录好没有 泡地头 马老口 全都录下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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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怎么还不来 不是说好的九点吗 一会儿保险公司的人来了 这事怎么办呢 应该换到了吧 她平时天准时的 当然准时了 刘老妖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不让你掺和这事吗 不是 我这个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能不掺和吗 我求求你 我的事情你能不能别管了 你呀 就是把这帮坏人给宠坏了 你咽了下这口气 我可咽不下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 事情好不容易可以解决 你别也又给我搅黄了 哎呀 放心吧 我都出马了 这个事情能黄吗 让她过去吧 叫她好好说说 怎么办 老公 我 在他们手里了 老公 杨老妖 什么事啊 有话就快说 很多客户在等着我呢 谢谢你啊 别客气 不要客气 对不起啊 你说什么好像我没有听清楚的嘛 好 我说我之前的态度你别介意啊 是给我道歉呢 快快 我先走了 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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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也姓周 我也姓周 咱们五百年前他就是一家人哪 多有缘分哪 那个房子你就租给我们 行了行了 你也别说了 我知道呢 你是想租 行行行 这样 你给我一千块钱承信保证件 等你把钱凑齐了 咱们就签合同 好好好 至于价格嘛 就照你那样说的 行行行 太好了 行行行 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 我只给你两天时间啊 时间过了 我就租给别人了 你别说两个天 一天就行 好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喂 浩子啊 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就这样 我也吃差不多了 等着你骂我呢 你帮了我那么大忙 我干嘛骂你 你有没觉得 那些人碰你词的时候 我突然出现在那儿 不挺巧的吗 是挺巧的 哎 你怎么在那儿啊 实话告诉你 本来我想去碰你的词 结果被他们给抢先了 牛老药 你碰我词 牛老药你怎么想的呀你 不是没碰嘛 想就很无耻 那也是被你给逼的嘛 我想把我前妻拉回来 你又收了她的钱 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要不答应 你是不是坚持碰我财啊 不不不 不可能 因为我知道啊 你心地善良 而且心还特别地宽 我求你的事 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行 我把钱还给你 答应我了 那太谢谢了 你的钱我一定尽快还上 我的天哪 我想到从今以后 还要跟你打交道 我脑袋都痛 我注意 我一定多多注意啊 我问你啊 你脑子那么聪明 那么多鬼点子 你真的打算 一辈子当棒吗 我现在不是干快递了吗 对 我觉得快递挺好的 你想现在那么多网购呢 快递比棒棒好 可是 其实这些东西 不是我喜欢的 我还是想着啊 有一天去开个自己的公司 开什么公司啊 开一个棒棒服务公司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这棒棒服务公司不能开 跟不上潮流已经落伍了 那 我怎么办呢 这样吧 你回我们辣妈小厨 我答应你 只要我辣妈小厨不倒 我就有你一口饭吃了 辣妈小厨啊 对啊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听瞎话 谁听你瞎话说真话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辣妈小厨 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前段时间我们老板接了一单 点点美食网的外卖 人的那个量走的呀 像你辣妈小厨单打独斗的 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看样子啊 咱们都得去找路了 这位好子关键是不是掉面子 喂 牛老幽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打扰你了 你那个地方我们不租了 你租给别人吧 我们不干了 什么 不租了 谢谢啊 你就拿着吧 我也能过两天安生日子 秦姐 其实牛老妖人不坏 你也是个好人 干脆你俩赴婚吧 也算拯救拯救我们这些 旁边无辜的吃瓜群众 有些事情 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 好人在一起 也不一定会幸福 王剑 佳佳 怎么样了 车上说吧 来 我来开 车上 我觉得这钱你应该拿着 这是他们欠你的 用不着跟他们客气 你说这俩人就跟演戏一样 这婚离都离了 一个非要还 一个还非不要 装个什么呀 我没觉得他们在演戏 人家挺真诚的 佳佳 我是在为你好 人心难测 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 这些人 求你别说了别说了 头疼 好 周总 佳佳佳 来这么早啊 是 昨天实在不好意思啊 好了 那个 你们可考虑好了 别到时候又反悔了 我这儿可不是菜市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 好 小五啊 我那仓库呢 空出来了 你今天啊 就可以过来签合同了 好 那个 周总 我来是想说订金 这个 我早就想好了 这是周浩给我的 一千块钱订金 按理说呢 是不退的 对对对 不过呢 考虑到你们也不容易 这次啊 就算破例了 谢谢 谢谢周总 一边 杨哥 杨哥 像我一样是不是吵了 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 怎么打不通啊 小熊我把手机 已经碾盆里边了 进水了 还没拿去修呢 对了 你把那个周总的那个 订金单子呢 在我这儿呢 你拿来 周总 我大哥的来了 你赶快把合同拿出来签了呀 来 来 这是周总 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儿呢 不租了 不是 钱你都带来了呀 我知道 咱们不租了 来 走 出去说 走吧 走吧 走 走 不租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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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哥 怎么回事啊就是 昨天晚上我就决定了 本来想打个电话跟你说 但是呢 我又觉得这个电话打呢 说不清楚 所以 不是 哥 是我耳朵有毛病了吧 还是我听唱了 没有 那就是你脑子进水了 你脑子在进水了 不是 都说好了的吗 怎么今天就变了呢 你吃头药了 我跟你说 这个棒棒公司啊 真的不能开 你好好想一想 满大街的物流公司 快递公司 还有几个在叫我们棒棒的 你干嘛非得去开个棒棒公司吗 咱们就是干棒棒的 我们不开棒棒公司 我们干啥 该干什么 确实我也没想好 你没想好 那就拦着我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兄弟活 往火坑里跳 火坑怎么了 火坑还暖和呢 火坑 这边都会死强暴 浩尔 我确实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能干 我还得到快递公司去取货 你再好好想想 发觉 咱们已经消耀了 到了 총瓶子 落爬来 快点 不要紧 swipe 行 我们放桌上了啊 行 我们放桌上了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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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我外婆 哦 行 行 我们走了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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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瞧瞧瞧 一点关系都不懂 外婆 她是不是就是 跟我爸换工作的 那个黄棒啊 她啊 跟你爸一样 你找屌 你刚才敲的这个是什么呀 挺好听的 没别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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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啥呀 哎 哎 想啥呀 大王要不要 不要 不要是吧 三四五六七八年子出完了 哎 哎 大哥拖椅子 你啥子爬 哎 周浩二 你四个九的炸弹 为啥子不炸他大王啊 三十五六七 一个二九完了就赢了 是 你流起那个炸弹 瞎再说 哎 你有吗 我不倒了 太傻了 不倒啥 别说嘛 是 是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看他吸一片 来来来眼镜 来来来来 我们倒 哎 哎 他怎么回事呢 老是心事重复的 哎 我跟你们说啊 肯定是哪个他跑的样 收拾了啥 这几天啊 说不定人家床都没有上 你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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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浩子 晚上到我家来吃个饭啊 哎呀 姚哥 我今儿忙着我走不开啊 哎 你小子耍掌了 姚哥叫你都不来啊 哎哎哎哎 浩子哥 不对头哦 我们不是说去小白了喝酒吗 来这个地方干啥菜 我家喝呀 我老婆少的菜 比小白老的强多了 今天让他给我们做几个拿手菜 许煮鱼 红烧肉 咸菜回锅 对 也得 完蛋了 好 注意啊 还是拿手菜 来 烫吧 慢点 慢点 来 别烫 来来来 来 来 那边坐着 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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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下个 孩子大了也懂事了 感谢 你的儿子 比小熊大点吧 多年纪了 昨天他妈啊 还打电话 说那小子啊 把家里的小肢子啊 给扔到河里 气得他妈呀 追着他大 这小兔崽子 来 为他们的儿子女儿 喝一个 开杯 喝一个 说起来啊 咱们也是一个 锅里咬饭吃的爷们儿 你们的事 就是我的事 我周浩尔对兄弟 绝不拉洗白带 你们想不想 把老婆孩子 借到城里来 想啊 我话要说回来 他们进了城 就相当于 多了几盅顶吃饭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哥 是 我觉得呀 还是想把他买一心 老子就不信这个命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有一个想法 啥想法吧 我要开个棒棒物流公司 你们俩跟着我干 跟着你干 嗯 好 比个牛肉腰都没整成 你得不得行哦 怎么不行啊 啊 我的规划好了 我们的公司开起来之后 要吃啥吃啥 要喝啥喝啥 把你们的老婆孩子 都接到城里来 咱们就做个 真正的城里人 那什么时候啊 董得起 真呀就好了咱 要是我们的公司开起啊 我们就省了好多钱哦 当初把婆娘玩 都接起来 董得起 董得起 来 喝 喝 走 你们最喜欢的红烧肉 来 放这儿 快 咱们坐这儿吃啊 你们哥几个慢慢喝 我给你们弄点饭去 来来来 吃吃吃吃 大老爷们吃饭 好凉上什么桌啊 就去 带你嫂子拿着啊 红烧肉啊 来来来 吃红烧肉 哈尔哥 兄弟 我佩服你哦 怎么了 你啥子算我 把那个婆娘 收拾得服服服服服服服的 上一次那个小白喽 你还记得到不 你这个婆娘 你把我老虎拿起帮忙给她打人 简直就是个母老虎嘛 你个大老爷们儿 还收拾不住自己的婆娘呀 她要是母老虎 我就是打火的武松 有 有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哥 我敬你 以后我哥俩有啥事 你要管我们了 好 爸 爸 我出去带他啊 放心 咱们哥几个谁跟谁啊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到我们的 棒棒物流公司开起来 那就开张大吉 汉公 你要是开了公司的话 那个 姚公他 刘老药现在是干快递了 瞧不上咱们的 棒棒物流公司 不会吧 都是这么多年的兄弟了呀 咱们兄弟们吃饭 非得提他吗 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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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接号儿过一杯 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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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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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坐 坐这里 来 怪不得 不愿意去我那儿了 在这儿吃好啊 来来来 你们得吃点 姚哥来了 来来来 上碗筷没有 上了 上碗筷 那那 那不 刘老药 下楼去买两瓶白酒去 姚哥是喝白酒的 不用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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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呢 走 好 好 大家一起 喝一口吧 大家一起 喝一口吧 好 我喝酒就从来没喝过姚哥 但今天我是酒厂 我觉得酒啊 应该这么喝 我先干为敬 你喝这么多了 茶呀 兄弟们喝酒 你尝尝尝 回去 回去 那样子 这是要选战到底啊 好 那我就奉陪吧 好 两个公劳官喝酒 我们就不赔了啊 我还有一段姐夫 二哥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啊 姚哥 你走啊 我走 这第二 今天 我不是让你斗酒的 酒呢 要喝 话 咱也得说说吧 说 必须把话说明白 哎 哎 哎 我知道 你要跟我说啥 就是公司不能开 姚哥啊 当初说开公司 是你口口声声说的 兄弟我高兴啊 好 盼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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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星星 盼月亮 您到头了 钱也有了 地坡也有了 人也有了 公司不开了 盼月亮 盼月亮 你不地道啊 你不地道啊 兄弟 这个公司真的不能开呀 屁 你 你牛老腰说话 可以不算数 但是我周浩儿说话 必须算数 我的棒棒物流公司 没有你牛老腰 我照样开 我必须开 我去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别忘了 记得邀哥来劝过你 是 好好好 学校宿舍 我要招聘移民棒棒的 我来啊 体重一百八十斤以上的不行 要么五块一三 身高一米六以下的也不行 四十五岁以上的不要 说的就是我三 戴眼镜的不合格 我 你 我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我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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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什么呀 我们学校那儿现在棒棒 少活又多 多好的一个事啊 你不去多可惜啊 再说了 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咱那么多钱干嘛 你这话说得多奇怪啊 哪有放着钱不赚的呀 今天啊我赚够了 让他们去 小妹儿 你这个身高的问题 可不可以上下浮动一下啊 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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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棒棒物流公司 没有你牛老药 我照样开 我必须开 去一下 这谁那么缺德 怎么 我能掉进去 绝不让周浩掉进去 喂儿子 喂儿子 你怎么又要钱啊 你爸说了不让我给你钱 你找你爸爸要去吧 喂 这孩子 我虽然没有当妈 可我也知道这孩子呀 一不然他想要什么 就给他买什么 这不是爱他是害他 你说的这是道理 我都不懂啊 可这万一把孩子一逼急了 他要出去又偷又抢 要不然更糟了吧 再说了 孩子他爸也管不了他 那我怎么办呢 我还是给他赚点钱 我去拿卖片啊 你一个白你 你该找男人找男人 你该生孩子生孩子 你一天到晚你吃饱了衬的 你参合我们爸妈的事 人呢 都是你 害得牛老妖半路测火 好端端的事 让你给搅黄了 小阳 我跟小阳 小阳 这谁呀 不知道 有心经病 到底怎么回事嘛 我 我咋一点人都不明白啊 是才 有啥子 你跟我兄弟和小阳底 为啥子不能切 为啥子不能切 对啊 你跟我们说清楚嘛 所以还是 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就知道了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我口水都快说干了 这回你应该听明白了吧 我说不懂 腰哥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 但我知道 你以前不也想开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那我就更不懂了 你们家周浩就是个倔驴 你又是个什么都听不懂的 我看你俩在一起真是绝配 腰哥 你们哥俩吵架了 你是他哥 我是一个女人 我啥都不懂 我就知道是你不对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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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吵架了 我的胳膊子 不能往外拐呀 我 我 看看这地儿 这不就成熟客户吗 把先生的客户 拉到新线来 让他们来体验 给他们服务 这样不仅了解客户 你的新闻公司 你未来有 发展有帮助吗 老夫婿 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 语悠 这种什么好吃的 哎呀 干嘛呢又馋嘴 语悠 你们是电视台的吗 对呀 到时候宣传啥的 得扣你啦 你呀还不知道吧 我现在呢 正拍着戏呢 本小姐不甘心 只做一个三流的主持人 所以 已经正式进军影视界了 嗯 到时候还得看 我有没有档期啦 可以吧 哎 哎 对了 馨宇 上次找你帮忙那个事 办得怎么样了 啊 哎 我说悠悠 找个棒棒 随便在街上就可以找了 这事还得麻烦人家馨宇啊 哎 我说你现在正式当了老板 说话倒轻松呢 随便找一个 我跟你说 这个事可是个技术魂 来 我给人家导演可夸下海口了的 悠悠 我跟我爸现在的关系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可难办 好 那成 那我再想办法 大家注意了 今后大家就跟着我干 我带着大家吃饱饭 好好好 好好好 哥哥 咱和浩尔哥现在还是昏出来了呀 开玩笑 人浩尔哥 现在是解放妹的钟 哎 不摆了 哎 浩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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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每天去送快递的时候 都会做一个市场调查 你看看 这啥呀 我不看 我就是大老粗 我也看不懂 大家看一看啊 我每送一份快递 如果是客户亲自来签单的时候 我就会提到一个问题 第一 他们打不打算叫棒棒 第二 最近一次叫棒棒 是大概什么时间 你到底想说啥 经过调查 打差的明显多于打勾的 也就是说 愿意叫棒棒的人越来越少 就算是叫了棒棒的 最近的也是在半年前 甚至于还有一年前的 才干了几天快递呀 那么快就忘本了 我怎么能忘本呢 没忘那你怎么 张口闭口都送快递了 怎么着了怎么着了 你送快递的那些人 和我们叫棒棒干活的人 能是一样的人吗 干活都不一样 所以你那些勾勾叉叉 他就是个屁 只要重庆城还有人 他就得买东西上货 扔东西下货 就不是我们棒棒 没有生意做 你以为你们开了公司 就过好日子了 做梦 牛老洋 亏我做了你 那么多年的兄弟 我把你当我的清歌 我的希望 我为了你两力插刀 你呢 你在背后插我两头 董德琪 他是不是找过你 啊 胖子冠 牛老爷找你说了什么 啊 我 我记不清了 哎东哥 啊 牛老爷找你说了什么 说 还是没说啊 小他们的活气你 是男人都跟我说出来 行了 别问他们了 是我找他们 我让他们 别跟着你干 牛老爷啊 下烂药 瞎得老子投上来了 啊 你把我惹毛了 天我老子老子要捶 打架我什么时候怕过你 来啊 打了 怎么了 你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最好 哎呀哎呀 你你你上不定 这 哎呀哎呀哎 哎呀 你放手露总 放手露总 走走走 再走再走 走走 药哥你没事吧 没事 都这么大人了还打架 当心梦想被烈日桌上 现实还尽是一根棒棒 摇牙在路上 脚步匆忙 这个城市会带给我希望 暴雨后 汹涌在人潮中 找好的心 还会存在雨中 始终相信 我看到的天空 真有一天彩虹 嗨 一千万别笑话 故事或许 有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不到 我心里那团火 一直在燃烧着 出道在难 棒棒康在肩 船路在线 头顶一片天 没有什么 受不了的罪 生死不过 就是一场咳嗽 就是一场咳嗽 暴雨后 汹涌在人潮中 骄傲的心 还会存在雨中 最终相信 我看到的天空 只有一天彩虹 还有一天彩虹 嗨 一千万别笑话 不是或许 有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不到 我心里那团火 一直在燃烧着 暴雨后 汹涌在争吵中 骄傲的心 还会存在雨中 始终相信 我看到的天空 真有一天彩虹 嗨 一千万别笑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